你会许好许坏 你 你为什么要给小玉吃长春的药 他那么辛苦 我心里难过 你说过 你只知道他不能爱着你的事 并不是要他的命啊 我现在要了他的命了吧 你给他吃药 他很快就会康复 你 你这根本是在坏我的大事 我只是 我不管你怎么想 这次天文令一事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我跟你说过 武林四分五裂 如果没有一个盟主 强势领导 武林便没有明天 现在是我最好的机会 月龙轩一脑 武林在我的领导之下 才能有平静的日子 我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我 我不能不听他的话 为什么 因为他要挟你吗 因为 你是贺云天的女儿 不会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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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小爷 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长大哥 记起了一点点 只是他看见你跟子言争吵那件事 你不杀我们两个而杀他 就是为了灭口 幸好长大哥忽然失去记忆 才逃过一劫 也许 是天要你亡吧 长大哥偶然间 见到子言的神情 勾起了回忆 他说他看到你跟子言 好像在吵架 还说你们情同妇女 想到这不可思议的一点 加上 你曾经说过你有一个女儿 在把我生病的事串联起来 一切 就变得合情合理 子言不是孤女 被明月公主商量的吗 你不是跟我们说过 你女儿早就死了 武林中人都以为我的女儿早就已经死了 其实是我把她送进了明月宫 明月宫的武学傲视武林 既然我有对付月龙轩之心 当然会早有准备了 子言是我布在明月宫的一颗棋子 借着她 我早已通晓明月宫内大部分的武功 我对不起公主 没关系 因为明月公主根本不记得你这个徒弟 对不起的只是你自己 因为你欺骗的是你重要的人 这样做 受伤最深的 只会是你自己 贺雨天 你不但利用别人的信任 还利用别人的感情 今天 我一定要你这个罪人受到惩罚 要惩罚我的人多的是 还轮不到你们 今天就让我 把你们送进鬼门关吧 别冲动 这么做也余事无补 铁门令 一定要在今天这个时辰之内 才能够开启宝库 否则 就要再多等一年 现在时辰已经快过了 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想手持令牌的人 很可能已经在宝库里面了 是藏刀 还是断枪呢 我还不能确定是谁 我们再找找 我还能够开启宝库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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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闭嘴 现在雪宇在我手上 我不会伤害她 我只求你放我一条生路 我求求你 我什么都不要了 只要你留一条命 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请求你放了我 爹 爹 参见门主 门主 我只做了 不过我只受了贺云天的蛊惑 才会摸到天门令 嫁祸埋箭 涂抹门主之位 门主 你就 饶了我这回吧 藏刀 你干得出涂抹霸业的大事 就该有干大事的气魄 像你这样子 要与我为敌 我实在不屑 但 但你别忘了 你有伤在神 就算今天你能杀得了我 也比再受重创 到时 你根本就不是贺云天的对手 多谢你替我操心 可惜 我根本就没有受伤 爹 你不是说你在邪恶零一受伤了吗 就凭他们的伎俩伤得了我吗 我早就发觉了在天门里有一股反叛的势力 所以假装 重伤垂危 把背叛我的人引出来 一网打尽 但玄宇是你的女儿啊 你要她持令开阔 你虽然保住了江山 但可能赔上你女儿的一条性命啊 女儿 哼 我岳龙轩有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之能 也有生杀雨夺之力 可是 就是没有女儿 天门在我手中 势力越来越大 寄居的人越来越多 迟早会发生像今天这样的事 所以早在二十年前 我就准备好了应变之计 我之所以收养雪宇 便是留待今天之用 雪宇 你放心好了 如果这一次你真的为我牺牲了 我一定会给你好好的盖一座坟 别别别别别别别把脸 而且기가别� yup 本世界又看的 他们愿意 上万 Good 呀 消失 住 我们 当 Sak